在我小時候 電視機可以說是每個家庭 每個人最重要的一個家電產品 每天放學回家或者是空閒的時候 它就是我們最主要的精神思量 它的重要性不下於各位現在 每人人手一致的手機 尤其它記錄著郭大 應該說是我整個人生最輝煌 最厲害的一個時刻 重點它還跟手錶有關係 預知相信請把影片繼續看下去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郭大開講 今天照例一樣是一個年終購錶專題 郭大跟大家推薦一款很實用 價格親民又具有功能性的一個優質的熬錶 是一款電視錶 Middle美度錶 Multiphone先鋒系列TV Big Day 大日席雙萬錶 這款萬錶呢 郭大分成兩大部分的重點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的大日期創 第二部分就是它電視型的萬錶 好那我們先來聊聊大日期視創好了 那這個其實市面上的款式很多 那我想很多朋友們 只知道說大日期很厲害 但其實都沒有看過底下運作情況 跟這個機構的特色 所以郭大今天特別借助這個機會 你看我們背景不一樣吧 因為我們現在來到集團的這個維修教室 把裡面這個機構的機關奧妙之處呢 跟大家做分享 各位你可以看到師傅已經很貼心的幫郭大 我們把這個錶款全部拆解完成 你看到錶圈錶殼中層底蓋面盤 指針膠圈現在膠帶還有我們的重點 Caliber 80 所以郭大等下準備呢 用這個機心跟大家解釋一下 大日期創這個功能怎麼運作的 好接下來我們用這個機心呢 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兩個數字怎麼樣跳動 可以從一號到三十一號 都很精準無誤 看起來又很順暢 那在此之前 郭大順便跟大家溝通一下 TV Big Day這個錶款 之前在網路上有些錶友說 他跳的不順啊 卡卡的各方面 Middle Mn2錶 他這方面很用心就是 總廠也特別針對這個零件部分呢 換上更先進的材料 新的零件 經過測試調教以後呢 絕對沒問題了 我這個錶已經戴了五天了 我每個晚上都在看他 那個跳動情況 真的非常順暢很漂亮 等一下我展現給各位看你就知道齁 你看到我們這個機心這個部分來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面盤嘛 所以他沒辦法把大日期兩個數字框起來 讓你看 你幫我注意看這個地方 六點位置這裡 這裡是你在看手錶的時候 他那個日期創的位置 現在是13號 所以等一下我轉的時候 你就幫我注意看這個位置齁 其實他這個是兩盤 雙盤重疊的構造 那上盤呢是各位數 我慢慢動給大家看齁 上盤是各位數 下盤呢是十位數 這個錶冠你如果原始位置的話 他是上鏈用的 你拉開來第一段 就是在調大日期的 第二段調時間 所以你要記得 拉到第一段的時候 再去調教他 所以你看我教給各位看齁 很有趣喔 我現在慢慢讓他動作 你有沒有發現 他上層的各位數 是逆時針方向轉 下層的十位數 是順時針轉 跳起來交錯的情況有沒有 兩個數字在交錯 你有沒有發現他很像跳舞的那種舞姿 很美妙的舞姿在跳動 而且你有沒有聽到聲音 這表示他的跳動是強壯有力 瞬間就啟動了 瞬間就到定位了 接下來為了讓各位更徹底了解 他內部運作呢 我等一下請師傅再幫我把上層拆掉 讓你再看得深入一點 各位師傅已經幫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拆解完畢了 來 那你看喔 這個是剛剛師傅拆解下來的各位數 這個圓盤 好那我們先放旁邊 那拆解以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大概的機制都呈現在眼前 所以郭大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機制怎麼動作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快條嘛 所以這個錶罐轉動的時候呢 它快條機制在三點位置這裡 那實際上呢 它在轉動運轉的情況 其實跟一般的日期的波動情況是一樣的 就是說中心輪呢 時針 它轉24小時後 它會帶動波日輪 那波日輪其實在九點位置 相對位置 大概在這個區域 這波日輪會幫十位數呢 轉動一格 這個十位數 很多零很多一很多二 啊兩個三 因為它不管哪一天 它都會前進一格 這個十位數它其實有兩層齒輪 下層呢 就是我們這個波日輪所 帶動的這個齒輪 就是一天一格 然後上層齒輪呢 它會去帶動上面這個星輪有沒有 這個星輪會去帶動個位數前進一格 所以它的路徑是這樣 就是說 時針走24小時 透過波日輪去轉動十位數的下層齒輪 然後呢 上層齒輪再去帶動星輪以後 星輪會驅動個位數轉動一格 我不知道各位這樣有沒有連貫起來 所以你看齁 光是郭大講解這個動作啊 就這麼複雜了 這個也是就是說 大日期視窗 如果沒有拆解給各位看 你不知道它其中的奧妙 它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一個零件 一個功能 這也是值得跟大家推薦的一個地方 以這麼親民的價格 可以獲得這麼大一個樂趣 所以我轉動一下跟大家分享齁 好你看 你看 這每一次它都會跳動一格有沒有 好去想像一下 這跳動一格是來自於 時針走24小時以後 然後波日輪去波動 十位數的這個日期盤 的下層齒輪 然後它轉換到透過上層齒輪呢 去波動這個星輪 那星輪再去帶動個位數轉動一格 所以它們才會成為相反方向的這個運作情況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 星輪這邊還有一個定位桿喔 做一次動作給大家看 有沒有 那個定位桿的這個功能其實也很強大喔 它會讓你的這個轉盤呢 迅速到定位 然後動作精確又快速 各位你自己想像一下 這個個位數的盤也是合在一起的齁 好這動作真的太好了 環表真的太愉快了 太爽了 好各位朋友我們前面把大日期視窗 還有機心跟大家分享完以後 接下來就另外一個重點 電視 那其實在這集節目裡面 郭大其實比較偏愛電視的齁 我早之前我都喜歡講機心嘛 但是其實這款Multiple的TV Big Day 大日期視窗萬表 電視才是我的主軸齁 為什麼說呢 就像前面我預告的齁 電視在郭大的心裡面呢 可能各位你們年輕人們不太懂齁 在我這種所謂五年級生裡面 電視可以說是家家戶戶戶必備 而且是最重要的家用設備齁 比你們現在拿的手機更重要 電視的起源 二年代末期開始發展齁 然後到六零年代呢 電視已經是開始慢慢普及化了 我是出生在六零年代嘛 所以一九七三年Middle 推出第一款電視型 你會發現它比較方正一點 去年2023重新復刻推出整個 Multiple這個TV系列呢 它會比較稍微寬一點的 這個也符合整個電視機發展的趨勢 早期的這個印象管的螢幕呢 它比較方正 那後來就是因為這個電視比例 說4比3啊 16比9慢慢往寬的方向發展 也跟郭大身材很像 往橫的發展齁 新款的電視型的腕表 也會稍微寬一點 變成這個扁的方形 為什麼說我對它很有感情呢 因為1973年是我應該可以說是 郭大這一輩子裡面最風光 最爭氣的一個年份怎麼說 那個時代其實城鄉差距很大 我的外婆家在彰化的鄉下 那我們每年暑假都會回去 過暑假然後回去玩 那一年1973年 就我要上小學的前一年 我們家剛好買了那種 那一個大的木箱子 那裡面放電視 那個電視是用門的喔 我們家因為買新的電視 所以就把舊的有一台很小的 我也不知道那幾吋的那台很小 以前是有印象管齁 所以它那個是 整個就像是個立方體 所以它也很深 好就是一個木箱子的那種樣子 我們就把那個電視 要提回去鄉下彰化 那你知道那小朋友齁 電視都還沒到 已經先跟大家預告了 我們台北經濟要送過來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 爸那時候還有一輛 玉龍的老爺車 那個真的是可以用夾道歡迎來形容 就是我們要進那個村子口 旁邊已經有小朋友在 在等待了 當然我們家呢 小朋友更多 好我們就這樣浩浩浩浩浩 就車子開進去 然後被夾道歡迎 然後提了一個 那還首提的喔 你看那個電視有多小 好進那個家門 哇那個真的是萬頭專動 所以1973 我在想齁 所以今天為什麼 我特別一定要介紹這款錶 那個整個光榮感都回到心頭齁 就開始湧現當時的情景 就覺得太讚了 所以我對他真的是很有感情 好我們把重點回到表管身上齁 不只是這一段過去的淵源 我很有感情齁 最重要還是於他的造型風格跟美學 重點在於表圈有沒有 其實你看齁 他整個殼型啊 我們如果翻到表面就看到 他的基礎還是圓的 所以這種圓方融合的樣式是我最喜歡的 把這個電視的形狀呢 雕琢在大切角的這個表圈上面 那切角用鏡面拋光 那正面用鍛造拉絲紋 這樣一對比起來 這個線條你看多漂亮 再加上這個線條很圓潤的表圓 整個拉下來 再去加上錶帶 又可以表現出一體式鏈帶的精神 那各位如果看到郭大手上配戴這個鏈帶款 更加的鐵切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齁 電視的億正億元 然後圓潤四個倒角的這種樣式 再去延伸到一體式鏈帶來 這樣的美學我們說這種層次啊 這樣一個線條啊 在這種古典的韻味當中呢 蘊含了所謂現代的美學跟美感 所以我想這種外型就很討喜 焦點回到面板上來 我覺得它的現代感表現在面板 在這個所有的TV Big Day的這個款式裡面呢 都採用所謂漸層式的色調面板 那像郭大手上這一款是藍色系的 其實還有另外一款綠色 不管你是綠色藍色黑色啊 你看它都是漸層面 那漸層面喔 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 它有多重的面貌 連石標都附有變化 重點畫龍點心在於 它有這種橫式的紋路 眷刻 我覺得用在電視型很棒啦 你們現在可能感受不到 在郭大小時候啊 早期的電視上的品質不是那麼好啦 那訊號也不太好 所以它常常會有那種橫的波紋出現 你們現在可能體會不到 收訊不好的時候 就有那種雜訊是橫的波紋 那我覺得哇這個橫式的紋路啊 又讓我更加深我那個 那時候小時候看電視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紋路其實不只是增加它的立體感 它的這個光線 噪音以後的動感而已喔 它也讓我回味起小時候看電視的景象 面盤錶殼可行 再加上我覺得 這裡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這個側邊呢 有兩道護肩 傳統這種古典的錶款呢 就會讓人家感覺比較斯文一點 比較正裝一點 可是我常講 現在的錶款都會希望做到全方位的 就是正裝也好 你休閒也好 運動也好 你各種服裝它可以搭配 我覺得旁邊加了一個護肩以後 就提升了它的100公尺防水的性能 然後也多一些休閒運動的風格 再加上 鏈帶部分這種所謂單排式的鏈帶啊 這種也是給人家比較剛強 運動感的 所以你會發現到喔 MIDO在做這款錶的時候呢 它各方面都有很細緻的考量 從美學 從錶面的工藝的質感 然後再為這個整個錶的風格的塑造 我覺得它真的是把它營造的很成功 這樣整個我們從大日期視窗的功能 然後CADB80這種長出能 加上鈦合金油濕 三方位調教各方面 再看到外在的大小適中的 電視形狀的錶殼 鏈帶跟整個線條設計 然後3萬多的定價 所以郭大覺得它很值得跟大家推薦 好那最後呢 郭大用這個技術資料跟錶款呢 跟大家做個總結齁 全系列的這個TV Big Day 有五個錶款 鏈帶有三款 它差別都是在面盤部分 它全部都是用漸變色的面盤 然後呢 分別有藍色的 這海軍藍的 綠色的 另外一款就是黑色的 好那 浮雕橡膠錶帶的款式呢 有兩款 那郭大這個是所謂 MIDO代表色的MIDO層 也就是MIDO的橘色啦 還有一款就是 藍面的配海軍藍的橡膠錶帶 他們全部都使用了 40乘以39mm的不鏽鋼錶殼 內置就是Cable80 自動商量機器 防水100公尺 那鏈帶款的定價呢 台幣3萬7500 交代款呢 台幣3萬6300 好那麼以上跟大家報告是 歡迎回到問題 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把這張字幕提供 打印字幕提供 打印字幕提供 痾 為